星期天全台各地出现猛烈的午后雷震雨 包括花莲晚上也是雨下不停 不过5号到9号又恢复了多云到晴的高温炎热天气形态 容易会有午后雷震雨发生机会 提醒民众星期六日天气是更不稳定的 外出还是要记得细带雨具 中央气象局表示 午后旺盛的热对流会周日的午后带来雷震雨到午夜 午日周一起各地将为多云到晴的高温炎热天气形态 虚流以午后雷震雨发生 这项局也对花莲发出高温38度以上的橙色灯号警示 从5号一直到9号 其实就是一个天气 白天天气比较晴朗 但是因为午后的时候可能就有一些热力作用 然后南方又比较小有一些水气上来 所以在东半部花莲这边 大概叫午后或者是晚上到清晨 之间就会有比较局部性的一些午后雷震雨 或是震雨的发生 5到9就是一个午后的天气形态 就有点类似比较像夏天 午后热对流下的雨比较多的一个情形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所以晚上基本上都会有一些雨的一个情形 白天大概都是天气比较晴朗 然后就是有一些阴 或者是到午后的时候就有一些下一个雨的一个情形 然后10号11号大概就受到封面跟南方水气的影响 所以我们整个白天跟晚上水气可能就都比较多一点点 气象局提醒未来一周天气将越来越不稳定 周三到周五水气增加 午后水气更明显 周末封面接近 加上南风带来水气 天气将更不稳定 降雨几率提高 提醒民众出门留意天气变化 被雨剧遮阳也挡雨 接着长包雁华女士报导